观众朋友 欢迎您好 欢迎持续锁定TVBS1900重点直播 我是辛华 为您新闻话重点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呢 接下来从周末夜一路到下礼拜三 天气恐怕都不稳定 因为接连有双台即将生成了 而今天呢 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北部地区了 基隆呢 今天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 下起了大雷雨 下午两点多呢 时雨量来到42.5毫米 很多地方又淹水了 而基金一路呢 水才刚退 又淹了起来 其中五轮高中 同学们也忙着在咬水 雨淡再度袭击基隆 车辆转个弯纷纷放慢行驶 大雨下得又大又急 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又淹水了 雨刷不断来回洗刷 还是很难看得清楚前方道路 车辆经过渐起水花 这基隆市基金一路 本来已经因为水沟宽度不够 前一天大雷雨已经造成淹水 结果午后再来一场大雨 大马路上又汪洋一片 有民众的车甚至泡到抛锚被拖走 另外在大五轮溪也发生暴涨情形 滚滚河流不断冲刷 水位也高于正常值 就快咽到跟一旁马路一样高 是否紧急二级开设应变 而不只大五轮工业区 路面黄沉沉 五轮国中体育馆也发生积水情形 场内地板满地湿搭搭 学生们拿着拖把汗抹布 不断在场内来回要将水清除 这场午后大雨受到对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 二十七号下午两点钟左右 基隆雨量占湿雨量达到四十二点五毫米 安乐区不少马路都大淹水 流行是下一周也有燕子台风 所以这两个礼拜是一个 比较下雨量下得比较急的情况 所以请大家多注意 母后一场大雨让基隆各地出现灾情 虽然水渐渐退了 但接下来几天天气都不稳定 还可能有强降雨 民众还是得小心提防 TB的新闻流行为杨琪 基隆采访报导 好 真的不要轻忽这一波 双台陆续生成的威力 目前各国路径预测的燕子台风 可能会往日本方向移动 不过另外一个即将生成的准台风山陀 似乎蓄势待发 我们的细向主播宣投也已经进棚了 要来先请教宣投 目前双台的动态 他们已经确定都是台风了吗 目前所在的位置又是哪里呢 好 谢谢新话 我们先对大家来看云图的部分 现在阳命上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的 分别是TD21升格为燕子台风的一个 另外一个是比较靠近我们台湾的TD22 未来有机会 不是有机会是非常高的机会 就会变成今年第18号台风 这山陀儿 那么这个山陀儿台风什么时候会生成呢 目前最快的话 可能在今天晚上 那么慢一点在明天清晨就有机会 那当它生成为山陀儿台风的话 它的发展的潜力也是非常的强 因为这里的垂直风切相对来说是比较弱 而且海水温度很高 都在29到30度 只要高于26度呢 都非常有利于它的发展 所以不排除可能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呢 它的强度就会达到中度台风的等级 而另外刚刚提到的这燕子台风呢 在抢先一步生成 今天下午的时候就生成了 现在近中心风速是来到了每秒18公尺 未来虽然它有机会变成近中心风速20公尺 但是20公尺可能就是它的极限 未来就会减弱 所以在它往北上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中期一升都不会进入到陆地 就在海上来自生自灭 再来我们要看它的路径图到底会怎么走呢 我们先来看 这个是中央气象署的 在靠近我们的这个TV22呢 就是有可能在今天最快升成为山陀螺台风的 它会先往南走接着往北走 但是你也看到在往南走的这个过程 它的点点非常的多 代表它走的非常的缓慢 为什么会非常的缓慢 就是因为它的东半部地区 还有它的西部地区都是一个高压 所以它缺乏了一个明确的导引气流 所以它只能在这边不停的打转 那么之后还是会北转的 时间点大概是落在礼拜六之后 当它北转之后 强度就会进一步进一步的提升 最靠近台湾的时间 就会落在礼拜一到礼拜三的这一个区间 那我们就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在礼拜一到礼拜三呢 因为它相对靠近 所以要小心它带来的影响 除了本身台风的外围云气之外 还有这个东北风也很强 现在是秋天盛行风吹的就是一个东北风 所以以照目前欧洲模式来看 在下礼拜三的中午 东北风最强 而且台风的外围环流也强 所以这里的符合作用呢 就会出现在台湾的北部地区 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像是在宜兰地区 而宜兰地区为什么要特别提呢 就是因为它西边是山 东边是海 背山面海 所以这里特别容易去积那一个水 所以雨和风都特别特别的大 符合区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要慎防积淹水 而在中部以北 也要注意在下礼拜的一到下礼拜的三 都有可能会出现 好大于等级以上的降雨 新华 好的宣统刚刚提醒 所以到周末过后呢 陆陆续续台风的影响威力会持续险见 特别是北部东北部 和东北地区的朋友 要做好防台准备了 而我们刚有很多信上网友正在提问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 随时在留言区提问 问这一次关于台风动态 或是天气的问题 宣统主播会指五不言言无不尽 不过在这呢 还想再请教宣统的是 这回呢 我们刚刚看到说 燕子台风可能会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嘛 那这一次秋台来袭 您说这一次雨势比较显著 会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那有机会会放台风架吗 好如果真的要放到台风架 大家可能这个要回想一段时间 那我先来告诉大家 如果要放台风架 其实有一个规定的 就是它的风和雨 那么我们先来讲风的部分好了 如果要达到放台风架的标准 它的近中心四个小时之内 经过的地方呢 它的中心风速军风呢 要达到七级风 而且它的正风要达到十级风 它才会达到放台风架的标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雨量 像是在山区 因为它的危险性比较高 所以它只要达到200毫米的雨量 它就会放台风架的标准达到 而在平地呢 则是在350毫米左右 但是这一些都是放台风架的前提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要看各个地方政府 他们的首长来做一个决定 但以目前来看 哪个地方放到台风架的几率最高 是可以告诉你 因为现在它的路径来走的方式呢 就是往台湾的东半部地区来走 虽然看起来 它要中心登陆的几率 不是到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秋天的台风怕的就是东北风 还有台风本身带来的加成作用 所以北部地区的雨一定是最多的 所以依照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 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放台风架的几率相对是最高 其次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那么中南部地区要放到台风架 这几率相对就比较低一点点了 尤其在中部地区 可能礼拜六礼拜日 这几天的天气 可能都还比较稳定一点点 都还没有什么雨 但是南部地区要提醒 在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 因为东北风是强的 所以中 南部地区加以南的山区 以及近山区的平地呢 都容易会有比较强的 午后雷震雨 新话 好我们谢谢玄桶 刚刚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啊 能否放台风架呢 要看风跟雨是否达到这个等级 不过气象鼠先前也有预测 这山陀儿恐怕会是中台等级 对北部东北部 还有东部地区的朋友 影响比较大 那我们刚刚线上的网友苏小长 也在敲碗台风架 但他也说可能雇主碰到台风架 又要直摇头了 那么Alex说也要必须放 那么新陈记事说 我们这个记者主播真辛苦 碰到台风天 要赔大家防灾 自然也没有台风架放了 那么还要继续请教宣童的是 我们刚线上网友黄先生 还有这个社恐男孩 都在想要请教新北市的雨势 会不会很大呢 特别是他们所在的板桥跟新庄地区了 好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台风它生成之后靠近台湾 什么时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戒的 我们刚刚没有提到 我们现在告诉你 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时间 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 还有它的中心 我们刚刚说已经不太会登陆嘛 这几率相对是比较低的 当然有一些变数 但是我们讲的是一个 中央气象鼠目前的路径来讲 来看到中央气象鼠的路径呢 不排除可能在礼拜一的时候 下午它的近中心风速 就会逐渐的增强 同时它的暴风圈 就会触碰到海警线 所以如果快的话 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的时间 会落在礼拜日的下半天 一直到礼拜一的上半天 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让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呢 则是在它的暴风圈 触碰到台湾本岛的陆地的前18个小时 以照目前来看 它的暴风圈要触碰到本岛 至少要等到礼拜二的早上才有机会 所以往前推18个小时 大概就是下礼拜一 有这个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但是相对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则是落在礼拜二到礼拜三 尤其在礼拜三的中午呢 可能它距离台湾中心相对比较近 但是刚刚说它的中心如果要真的登陆到台湾 距离很遥远至少还有200公里左右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未来几天的降雨呢 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都是降雨的热区 礼拜六礼拜日先带大家来看 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呢 降雨是最多的 不排除会来到局部大雨以上的等级降雨 也说礼拜六日东北风很强 所以中南部地区山区长出来的热对流 云系就会往中南部地区来做拓展 中部可能还好 南部地区要注意午后雷阵雨会有较大雨事 东南部地区也是 再来礼拜一到礼拜三 这时候受到东北风 再加上台风的外围环流 或者是台风本身的影响 雨就会更大 整个中部以北 北台湾都要注意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而在华东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 也容易会有大于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相对距离台风以及东北风 比较远的南部地区 当然雨就会来的比较缓和一点点 而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整体的雨事就缓了 因为当它北上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跟着旁边的太平洋高压 走的比较快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 雨缓的会很快 但是吹的就是一个东北风 所以迎风面地区 还是免不了会下一波雨 但是这个雨呢 其实还会伴随着温度来下降 因为到时大陆高压一出来之后 北台湾的天气会稍微转凉 甚至低温有机会来到20度以下 或者是20度的出头 而刚刚说到 新北市板桥 还有新北市的新庄天气怎么样 其实从礼拜六 礼拜月天气比起来 就会比今天还要来的再更猛一点点 因为今天可能只是单纯的 东北风还有华南移出来的水汽 但是到了礼拜六礼拜日 除了东北风之外呢 其实外围的云系 台风外围的云系也进来了 所以在新北市地区降雨几率 是因此而电的比较高 而大台北今天都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 明天发布大雨特报的几率 依旧非常的高 礼拜一到礼拜三 这更不用说 这雨呢 会再往上一个阶级 甚至不排除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新华 好 宣传听我们会诊 所以刚刚我们线上网友黄先生跟社恐男孩 确实到周末到下周一二三 在新北市都会是犹豫的天气形态 礼拜四礼拜五才会趋缓 同时刚刚宣童也有提醒观众朋友 这山陀尔台风目前还没正式成台 最快今天晚上到周六才会形成 预计威力会来到中台等级 同时我们也谢谢宣童 掌握更多专业准确的气象资讯 请您支持我们的气象短队 还有宣童主播了 谢谢 谢谢新华 谢谢大家 而回过头来 我们带观众朋友持续关注到的 就是台中公园眼科前的公车车祸 这一场车祸夺走了女大生的性命 而家属出面指控 质疑这公车司机是不是还补了油门 导致这一名被卷入车底下的女大生回天乏术 而今天呢这个公车司机所属的巨业运输公司 也出面鞠躬道歉坦诚书时 表示这事故会发生的原因 确实是司机没有礼让行人 而针对家属二度补油门 碾死自己家人的指控呢 公司表示希望可以藉由司法厘清真相 对于受难者跟受害者的家属 以及社会大众是否 然后至上罪十二万分的牵引 日前台中公车司机路口撞死女大生 当时客运业者出面鞠躬致歉 绿灯亮起的时候它起步 那要左转中山路往火车在那边去 那当下行驶的速度约时速十五公里左右 这个造势的私信驾驶 那它未落实路口停让的交通安全的政策 导致没有注意到右前方 其实已经有两名这个行人 已经在斑马线上穿越 业者谈成疏忽表示当事司机 确实没有在路口停让行人 一时速十五公里行驶 撞上行人后 揍成了意外事故再次致歉 至于女大生家属事发 隔天就指控是公车司机 没有先查看 二次补油门移动 才会导致女大生死亡 业者也作出回应 那确实是有询问当时的驾驶 那这个这件事情 目前那司法也进入了一个调查的阶段 业者强调交由司法釐清 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实当下是女大生同行倒地的学姐 因为听到呼救针 就马上起身敲窗要公车司机移开 而司机也没有下车先查看 再次挪动才导致了女大生二次伤害 当场死亡 但究竟事实如何 以及过失责任如何归属 还有待检方查验相关影像 才能够厘清 TVP新闻陈淑贤 三局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而究竟这司机是否二度补油门 导致女学生二度被碾压 因此丧了命 都还要有司法来厘清 而至于能不能从女学生的遗体上 看出端倪 法医高大臣表示 其实从遗体勘验的结果 只能了解这受创的程度 还有车辆的碾压状况 其实是很难评判的 而同时她也谴责这一名司机 没有礼让行人导致遗憾发生 现在台中市政府呢 也收回了聚业运输最为赚钱的 台湾大道的路线 借以惩戒 台中工程路口撞死 女大山家属之一司机是二次碾压 造成伤亡 对此法医高大臣也提出了见解 究竟如何判定女大山身上哪一边先受伤 高大臣说由于被害者的伤势 是遭公车连续碾压 所以难以判断 他说监视器及行车记录器 是破案的关键 另外可以透过女大山的伤势 辨认轮胎拧压的方向 不过他强调公车司机 没有礼让行人酿货 就是最大的肇事主因 对于受难者跟受害者的家属 以及社会大众是否 然后至上最12万分的歉意 尽管当时公车业者出面道歉 但造成重大事故 台中市府也重罚了120万 另外收回业者最赚钱的 台湾大道路线三个月 由其他公车业者先接受 家属指控公车司机有先听到呼救声 还再次上车踩油门移动害死人 希望司法单位能够尽快查明真相 还女大声一个公道 DVBS 新闻水利反较反夜 C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而且据带您关注 又有市议员深陷助理费的争议了 这回出示的是高雄市议员 黄少廷涉嫌服报助理费 目前服务处已经被搜索了 不过人却没有道案说明 因为在检调发送搜索的前一天 他已经出境前往大陆厦门了 而外界质疑 这到底是刚好有公务或私人行程 亦或是收到消息先离境呢 在沉默30个小时之后呢 那么这名市议员黄少廷也发誓 他说从政十余年来 助理费的申报绝对合法 没有服报更不曾侵占公款 呼吁大家要查明真相来还本人清白 而另外呢 大家会觉得怎么好巧不巧 就刚好在搜索前夕离境了呢 那么黄少廷也进一步解释了 他说在26号上午出境 是既定的私人行程 绝对没有畏罪显逃 而且自己也没有行踪沉迷 还拍了影片来解释 同时他也说也没有检调泄密给他 他或知这个搜索消息之后 也有主动致电给检调人员说 就会配合调查 那么事务处理完毕之后 就会回到台湾 道案说明了 而与此同时呢 外界也很好奇的是 除了搜索服务处之外 黄少廷他的住家呢 一样被搜索 双亲妻子等17人呢 有7人被列入被告 6个交保 一个申请羁押 而其中深压的 就是他服务处的副主任 不过法院是裁定请回 目前检方还要再继续抗告 而至于他的涉案程度 是否如同他所说的清白 有待他从大陆回到台湾之后 向检调好好说明 服务处被搜索超过一天半 黄少廷终于现身 虽然是透过字录影片 但除了否认前逃或事先知情 也表示已经跟检调联络 会尽快放过说明 但外界关心 到底有没有福报助理费 他也先帮自己定调 一现身就胸有成竹 似乎也跟正办进度 出现逆转有关 原来检方搜索当天 还传唤17个人 最后7人被转为被告 其中6人分别以2万 至30万元交保 一人遭到生压 其他人连同他的父母 则是被请回 但经过积压停 院方最后 让服务处的周姓副主任 吴宝请回 也让检方立刻发出声明 将提出抗告 希望司法能够物网物纵 然后对少廷议员来说 因为他深耕地方 非常的久了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 他能勇敢的面对 能够尽快 能够返台 然后亲自跟大家 来做一个说明 哪个单位也不能讲 我们这司法单位 虽然国民党 暂时没有动作 近代调查 但27号下午 司法人员再度来到服务处 就算黄绍婷还没返国 双方第二波攻防 俨然已经提前展开 TVBS新闻0185烧龙和一信 高雄报导 而市议员黄绍婷 身陷助理废案 目前检调缤纷多路搜索 也约谈了身边所有的亲友 还有服务处的工作人员 可为何这么刚好 他会在搜索前夕来出境 现在呢 其实警方也已经分案调查了 要来查查看他是否真的是 收获相关的情资 因此可以事前出境 而且怀疑呢 有没有相关人员违法了 侦查不公开的办法 高雄地检署也已经分他自案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呢 外界也好奇 其实黄绍婷在国民党内呢 可以说是著名的正二代 因为他踏入从政之路之前呢 其实是东海大学物理系 而后呢 到美国加州的南加大电机工程学系 来攻读硕士 也曾经是台积电的驻美技术经理 接棒他的父亲黄芳仁参选市议员 从06年那么一直连任至今 那同时10年的时候也有开车肇事逃逸的争议 不过近几年呢 因为随着台积电在高雄设厂 他又多有琢磨 在地方上呢 外界也会认为他是刺激当地产业发展 着力颇多的市议员 这回助理费案能不能够全身而退 就有待他顺利回到台湾 仅不说明了 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在检视明代是否清廉 很多人呢也在检视行政官员的操守 也是相当的重要 特别是市设呢主管机关 如果与媒体公司有赠礼负账的关系 就说得过去吗 我们来看到NCC的代理主委翁伯宗呢 先前就被民众党爆料了他的年节赠礼 但是呢这个收据的收款付款单位 居然是广播公司在111年1月8号的时候 购买了这个鱼产品的4万1000块钱的发票 而与此同时呢民众党就质疑了NCC耶 你可是主管广电媒体的 这样难道不知道要避险吗 怎么会出现如此离谱的事情 而同时呢也出示了111年1月6号 汇款26700块钱的记录 而这笔费用呢是年节的余货汇款 同时还有福星行111年1月10号 开给NCC的26700块钱的收据 而上头也盖着已经付新了 那么黄国昌就质疑 这些收据会不会是事后再补单 而且现在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这个出货的店家 他们说先前呢有一笔4万多块的价钱呢 汪先生觉得价钱太高了 买2万多以吐托鱼为主的余货 而出货时呢又把要作废的4万多块的收据寄出 后来又补记了2万多的那一张 那么一来一往这金额的落差 会不会影响到这暴涨中间的遗云呢 现在NCC的账目也被质疑了 就是4万一的单据不是我的 极力撇清真的没花其他公司的钱买余货送礼 在黄国昌爆料一周后NCC代理主委欧伯宗现身海约 4万一那一张单据不是我的 他开错了 那我的部分 我觉得在一百一十一年一月的时候 用特资费购买了两万六千七百块的余货分送给我们的同仁 强调自己的确有在去年一月上澎湖店家买余货 但花的是特资费而且钱是两万六千七百元 并被黄国昌出示由竹签广播公司买单的4万一 欧伯宗更拿出去年一月六号的汇款记录 网路转账还注明欧伯宗买余货 另外也有一张店家一月十号开出给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收据 金额两万六千七百元跟黄国昌那张不同的是 欧伯宗的该有负气 请NCC的违法代理主委欧伯宗不要再说谎了啦 你说你用特资费两万六千七买了余货一批 那我就请教你 你买了几份 一份多少钱 事后被人家发现了以后事后才在补的动作吗 而卖余货的老板透露起初报价四万一 欧先生觉得价钱太高后来改买两万多块余货 只是出货时物章要作费的四万多元收据寄出 所以才有补寄两万多元的那一张 而这会不会也是欧伯宗当时急于追回收据原因 你说那个收据不是你的 那我就请教欧伯宗 既然不是你的 你还大费周章自己亲自去拿 拿了那个收据以后 你又把那个收据拿去哪里做了什么事情 欲获礼和争议还有待厘清 但这鱼已不知迟到哪里去 气费片新闻 刘力辰 崔范柔 陈振 台语报道 而再来受贿案件 但您关注到的是有诈骗集团架设假的博弈线上网站 来诓骗这些高收入的逐科工程师陷入套养杀的境地 原来他们既有跟这些工程师熟识 让他们到自己架设的线上博弈网页进行投注 一开始让他们的小赢 让他们沉迷于网路赌博当中 后来越赌越大 最后有一名29岁的工程师 居然欠下了3000万元 欠了将近4000万元的债务 而受害者还不止这名工程师 又有其他工程师也一样受害 还有清洁公司的老板 甚至签下了300万元的债权 而舍利着这个套养杀的过程当中 他们以为自己在玩赌博是几率的问题 但其实线上博弈这些诈骗集团 都可以从后台来控制赔率 而先知他们就没有办法偿还债务之后 家门狗都被贴满了相关讨债的这些海报 让他们不得安宁 而工程师最后只能卖了房子躲避他乡 人生也禁毁了 刑事局的特勤人员一左一右 架着身材壮硕的诚姓男子 就算是帮派前会长 洛网这一刻还是很在意 在子女面前的形象 他之所以被抓是因为牵扯恐吓討债案件 十名同伙两天内先后 洛网因为做了这些事全被监视器拍下 深夜时间两名嫌犯出现在这处民宅 他们把设计好的讨债海报 一张一张张贴在竹科工程师的住家外 用这种让人难堪的公告方式逼迫被害人还钱 也让29岁的被害人下了在今年4月举家搬走 受害也很惨的 还有这名被害人本该是幸福的全家合照 却被张贴标语说一家之主欠钱不还 嫌犯租来小货车大肆宣扬 包含被逼迫的两名竹科工程师 三个人再也忍受不了只好报警 诈骗金额高达八千余万 不法获利六千余万 受害的四十多岁工程师欠款八千多万赌债 还了三千万还是被逼 另一名工程师债务还差一千多万 也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卖房 而情节公司负责人则是被朋友害惨 因为帮忙担保三百万每天提行吊胆过日子 就连名下的进口车也被嫌犯开走 警方调查嫌犯过滤酒店名单 锁定竹科工程师犯案 又骗他们玩运动彩网路百家乐 等到欠钱后就逼签本票写借据 由于百家乐输赢很大 被害人一夜之间就欠下五百多万 嫌犯因为曾经经营酒店 锁定高薪的竹科工程师 曾经小姐眼中的恩客也成了代载肥羊 第二遍权蔡明勋韩尚伦特别报道 而如果工程师不还钱还不起钱 基钱账款这些诈骗集团还火同黑帮来讨债 而根据了解呢有十多人联手套羊杀 这些工程师高薪的阶级 那么根据了解呢他们都有太阳联盟的背景 而且讨债的方式跟以前动则波七殴打不同 他们采取是安静讨债的策略 给这些欠债者呢心中中下压力 比方说贴海报或者是你所到之处 总会有人盯着你 而这样的讨债行径呢 虽然跟过去暴力讨债行事不同 但是对被害者来说也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 同时还可以规避法律责任 因为他就是看着你并没有伤害你也没恐吓你 因此也很难构成恐吓的刑事罪责 头戴安全帽穿着雨衣 刻意要遮住长相 那名男子来到竹科工程师的住家 手上拿着纸再用胶带到处贴 一旁墙面已经被贴了四张的海报 但这样还不够 只要有空位都把海报贴满 才总算愿意离开 住家门口成的这么样 不只大门几乎全被贴满 围离上也贴了整排 但这些全部都是讨债海报 仔细看还能看见身份证被印在上头 工程师遇上黑帮恐吓取财 不堪其扰还因此离职搬家 黑帮贾薄义挣扎财 落网十人当中 41岁的陈姓主贤 是太阳联盟胡扣组的前会长 找来心腹31岁的叶姓男子 胡扣组的组长来帮忙 主贤负责找人设计贾薄义的网站 而叶姓男子则带小弟四处讨债 这位嫌犯不只像这样子 把讨债的海报贴在被害人的住家 还会在上下班时间的时候 出现在他家楼下来盯绍 借此让被害人心生畏惧 但有别于过往 把人压走打断手脚的激进方式 这回讨债的对象是竹壳工程师 黑帮的做法也有所不同 那如果以乱贴乱张贴一些言语 那言语上还不到恐吓的程度的话 点多也是算是骚扰 或是废弃物之类的一些行者而已 相对而言是成本比较低的 如果以犯罪者来讲 竹壳工程师掉进黑帮陷阱 由于有正当职业 用贴海报的讨债方式 就足够让他们带来压力 这回被害人被骗光积蓄 却又不敢出声 案发一两年的时间才敢报案 默默隐忍的受害者 人数恐怕比想象更多 就先无权加慢台报道 而台中近期有一个热闹的赛车 甚至即将登场了 就是F1赛车的封街展演 即将会在台中市政路 文姓路黎明路段展开 所以刚刚上述路段都会进行封路 而民众如果想要一睹 F1赛车的风采的话 可以搭乘接驳车到场 28号下午台湾将迎来首次 大型封街F1赛车展演 台中市政路也从25号开始 分阶段路口管制 在26号深夜工作人员 已经在慢车道上施工 而对用路人影响最大的 是第三阶段的管制时间 也就是28号当天凌晨0点起 到晚上10点的交通管制 市政路以东到文姓路 西到黎明路 车辆禁止进入 不过文姓跟黎明路 没有封闭可以通行 另外惠文路惠中路惠来路 河南路朝复路 以市政路为中心 往北往南各延伸的一到两个路口 就开始管制 观众则可以利用台中捷运绿线 到场最方便 分别可搭到捷运市政府站 或水岸公站 在走路约5到10分钟 就能抵达市政路 有购票民众 如果开车到台中 则可以把车停到中央公园附近 在经贸大棚路口 凭购买的展演票上车 搭到河南市政北二路 或惠来市政南一路口下车 要特别提醒 这次活动接驳车 只在购票参与者 搭乘时要出示票券 如果没有购买票券 则不提供载客服务 台中市警犬队也出动 八名警犬队队员 以及六支警犬 在活动前进行爆裂物毒品侦查 地毯式搜索 要全面维护场地安全 也确保民众参加活动时安全无余 TVBS新闻 不过F1赛车首度在台湾展演 对车迷来说可是大事 但却传出有人利用抢票机器人 抢下了600张黄牛票 同时转卖获利了20万 现在警方也要加以查契 但是其实呢 沿线也有许多商办跟豪宅 很多人不用买票 坐在家里也能欣赏赛车风采 9月28 F1赛车在台中的封街展演 赛道就在市政路上 3万张票早早卖完 但没票也能观看这场封街show run 市政路两旁有七起豪宅 也有许多商办大楼 有不少员工已经说 周六要主动回公司上班 从办公室阳台看出去 视野超无敌 还能一路看到黎明路去 对面数百上千户的住家 每一个阳台也都是一处观景特区 就算没住豪宅 台中市井六分局旁 这间商场也能进去逛一逛 还有人早早就预定好了餐厅 因为这里面对市政路景观第一排 28号咖啡厅员工进修 因为可想而知 展演过后超过3万人潮 可能会进商场逛街用餐 就算餐厅没有订到位 其实在白货商场里面 还有一个VIP观景区 不过在这里 你必须要有通行证 早上10点就要入场 我们想说先来确认一下路线的规划 不过电梯外的这一处空间有限 尽管消费满额换到正了 这里还是会有人数控管 但双面落地窗又有冷气吹 撑得上绝佳观赏点 F1封街showrun 观众要够票 台中市行大也早就开始扫荡 非法黄牛 科政队还掌握了8人 涉嫌利用抢票机器人程式 或不当方式大量抢票 再加价转售 清查后发现公元抢的600张条券 或离行台币约20万元 专案小组还发现有黄牛 请AI帮他写卖票推广文案 甚至运用AI教他怎么撰写抢票程式 被AI劝告这是不道德的事情 台中市行大屠牛专案 查获了11件18名嫌犯 被依违反运动产业发展条例 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已请台中递检署正办 TVBS新闻赖重荣 红彩轮台中采访报道 而除了有帅气的F1赛车之外 也有赛车手来台了 这是红牛车队日籍F1赛车手 角田寓意 而市长卢寿彦送上伴手礼 还有送上了台湾的特产珍珠奶茶 而车手也说其实相当的荣幸 说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 恨不得天天都喝一杯珍奶 F1赛车封街show round 红牛车队日籍赛车手角田寓意来台 准备登场表演 非常感谢你来台湾 角田寓意与市长卢秀燕相见欢 只是一开口就先提到 来市府的一路上 他就看到了不少测速照相机 先拜托一下卢市长万一秀软活动被拍到超速 还请市长高台贵手喔 台湾在台湾的原本店 除了这处照相机迎接专业的赛车手 市长卢秀燕也准备在地美食珍珠奶茶 香香鸡和蜂蜜蛋糕 招待角田寓意 我所有的年代都很瘋狂 很像我当时在高中学校的一样 一看到珍奶上桌 角田立刻连喝了好几口 这也让他回想起自己国中时 珍奶刚引进日本引发热潮 当时每天下课 都会来上一杯 真的好怀念 我们有很好的关系 关系和食物 我们也有同样的食物 对 这国家都很舒服 会有角田寓意 赠送赛车模型也前往车库查看 吸引大批粉丝一路跟随 而他也说这是自己的首次showrun活动 希望带给观众完美的烧胎演出 TV新闻陈其军张子民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导 伯逢车的风节演出 应该是不会开他罚单 但是如果呢 宁松过假日 为了排队进停车场 而随意的停在路中央客 就要吃罚单了 在台北市大恩森林公园附近的停车场呢 有司机他已经被警察驱赶 请他离开 结果他不听还意图冲创远警 离开停车场呢 逃了又逃最后在建国高架上 还是被警网围堵了 白依南坐在驾驶座上 不管袁警怎么说 他就是不愿配合 眼看他就快排到停车位了 工作人员一离开 全力往前冲 袁警已经站在车子前面 他还是不想停下 沿路往前冲撞 连后照镜都撞掉了 把警察撞开 开始在停车场绕继续找停车位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结果绕了一圈 没找到空位又开车逃逸 不顾警方已经在后面追 他企图乐跑 还开上建国高架道路上 最后被毁堵的车辆挡住 才终于下车就范 事发就在上个星期六 在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 23岁的世信问奖 当天排队等车位 远警上前疏导 还是不听劝 执意要停这个停车场 遭到追逐时 沿路狂飙逃逸5公里 最后被拦截围捕 以妨害公务罪送办 这里不只有大安森林公园 附近豪华市 所以每到假日几乎都是客满的情况 已经放上了这个告示牌 但是没想到 还是很多人会在这里排队 酿成回毒 停车场周遭都摆放告示牌 要提醒民众 但没有警察上前驱赶 就会有人继续碰怨气 这回二三岁的问奖 为了停车位 连续犯下六项违规罚还 恐怕破万元 警方也含请注销他的职业驾驶执照 毕竟这开车方式 还好后面没客人 否则一定会被大受影响 台南有名女子喝了酩酊大醉 搭乘继承车 但是在车上跟继承车司机 为了行驶路线发生的争吵 居然直接跳车 还冲撞快车道的其他车辆 导致交通大乱 路口监视器拍下下班时间 就在车来车往的奇美桥前 小黄横向转弯 车子还在行径间 女乘客竟然自行打开车门 跳了下来 当场跌坐在地 隔没多久 她还情绪失控 站了起来 冲向外车车道 冲啊 后面 陷入下班车子的女子 冲撞外车车道的汽车 整个人跌坐倒地 真的很夸张 把开车的女驾驶吓了一大跳 26号傍晚5点多 女子酒后搭车 跟计程车司机 因为行车路线起了纷争 司机准备让她下车 但女子戴着酒意 情绪失控自行跳车 还莫名冲撞其他的车辆 严重影响下班时段的交通秩序 警方到场她还没清醒 你在干嘛 等一下啦 你去旁边啦 你先去旁边坐著啦 路边啦 女子脱续行为 女子脱续行为 下怀用路人 要被依违反社委法送办 任意在道路上奔跑 坐握 也要被依违反倒交条例 开单告发 TVBS新闻顾首昌 探探报导 高雄燕潮的透天社区 旁边警方的水泥工厂 没有想到呢 这水泥工厂平时就有粉层噪音问题 这回呢 却是因为输送的管线 发生了爆管意外 导致粉层外泻 喷飞到50公尺外 附近邻居怨声载道 住家外一阵白雾飘散 范围越来越大 这可不是浪漫唯美的气氛喷雾 等烟消散得差不多 才发现好几辆轿车 全部盖上一层灰 他们这边的车子也有啊 左边跟右边 这个空格都要冲出来 这个车子冲过水了 这个还是有啊 住户们抱怨连连 这都是隔壁水泥厂飘来的粉车 黑色休旅车直间变灰车 绿植叶片留下点点水泥痕迹 住家车库也很惨 地板厚厚一层灰 踩过去留下明显脚印 屋顶墙壁走廊 全部无一幸免 公园这里没在空 这是以后未来的 什么的公园预定地 他后来他这个地主又把 这间的厂房跟厂地 又租任给其他的业者 这些水泥就是会让我们平常 就是身体或者是说 会让我们呼吸或者皮肤 都会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 一般歇业啊 进化局公营重新申请 如果你重新申请的话 是不是要考虑 我们附近已经有住户了 位在高雄厌朝的透顶社区 七年前完工 原以为水泥厂以荒废 会拆除改建公园 但入住一年 另一间水泥厂合照进住 开始无止境的噪音和粉尘 26号下午厂房又疑似管线爆管 导致粉尘外泄 周边有八九户受到影响 原物料在输送过程中 那就外车有不剩 然后所以造成有原物料的抑扇 因操作骨档至燃煤灰灰灰 抑扇至路旁地面 裁罚6000至300万元以下罚款 水泥厂强调 以陆续建置为强 也添购大量隔音棉 希望有效降低噪音 这次混凝原料运送途中 管线破裂确实是意外 環保局已经到场裁罚 工厂也和住户协商 会再聘请清洁公司 为周边居民善后 TVBS新闻艾朝贤高雄报道 而国道的燕巢路段 正在进行行道术的修剪作业 但是施工单位的骑手毫无防备之下 直接正在内侧车道 开始挥起市井 现象缓升 而且很多车辆惊险闪过 就怕发生意外 而目前公务局也表示 这样的操作是不符合规范的 将会劝导开发 汽车行驶在国道上 突然内线的一辆收旅车 急切到中间车道 仔细看 竟然有一名工作人员 站在内侧车道灰漆 旁边还没有任何交通追或是防护措施 其实我在中线不会很快 那内线的车速我看 应该是有蛮快的这样 我觉得他有吓到 因为他就很很快就撇进去 那个中线车道了 后面有几台车也是有被那个人吓到 可能想说怎么突然一个人 就站在那边 危险都正 想你你感觉会 你要摔摩 你要摔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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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是假的 然后后来看到那个灰漆的动作才意识到 那居然是一个真人在那里 我觉得超可怕的 驚险场景发生在26号早上10点多 国道3号北上381.5公里处 燕巢路段进入中辽隧道前 承包商正在进行树木砍除作业 但事实上高工局规定 施工路段必须摆设交通锥 而骑手一定要站在管制范围内 再搭配一辆缓冲车 骑手不止没有站在交通锥范围内 规定财阀厂商 虽然承包商将被处以12500元罚还 同时进行教育训练 但像这样让施工人员暴露在危险之中 应该要好好检讨 TVBS新闻吴少龙徐敦高雄报导 台南知名的小吃 棺材板到底好不好吃呢 近期有美食家还有游客纷纷发文 说棺材板当地人到底买不买单 因为很多人异常觉得有些失望 感觉是面包里头加了较为浓稠的玉米浓汤 我老一辈的人说呢 其实真正的棺材板里头呢 会有这种火炒的内脏 跟现在的棺材板 卖给观光客的版本是不同的 照照金黄酥碎的后面吐司挖空 淋上内馅再盖上 这是台南传统的知名小吃棺材板 平常时不用筷子用刀擦 独特味道也让这群在地的婆婆妈妈 一吃就是好几十年 但好不好吃 最近再度引发讨论 原来作家渔夫在脸书提到 日前遇到外地人 抱怨台南的棺材板很难吃 让他忍不住要帮忙平凡 原来有年轻人认为 棺材板是炸过的厚片吐司 包着玉米浓汤 另外也有人说里头的三色豆 让人看了廉价 但其实棺材板的内馅 早年使用鸡肝 豌豆及萝卜 再用牛奶或高汤勾芡 现在多换成了鸡胸肉及花枝代替 因此曾叫鸡肝板或鸡肝板 因为有学者改名叫棺材板 才在1970至1990年代爆红 虽然棺材板的内馅 有点像玉米浓汤 但在早年物资缺乏的年代 这么稀释的吃法 一度造成流行 就算到了现在 仍不时引发关注讨论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而日本今天新任首相终于出炉了 这就是自民党的石破帽 对于台湾人来说 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因为2022年石破帽 曾以国会外交的名义 来台湾访问过立法院 也见过总统蔡英文 而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次选举可以说是非常激烈 自民党党内就有9个人提名角逐 而当初在结果出炉之前 包含了小泉镜次郎 还有经济防卫大省的大臣 高市早苗以及这次出现的石破帽 他们都是相当强劲的对手 但是小泉镜次郎首轮出局 而后是高市以及石破的对决 最终第二轮投票的结果 就是落在高市早苗194票 石破215票顺利出现 不过说到石破帽 其实他从政以来从小地方出生 而后当选市议员之后 可以说是在日本社会 还有日本选民当中 都是一个温和派 稳稳荡荡的选择 他曾经五度冲击内阁总理 也就是这样的大位 但是呢终于在这次第五度挑战的时候 终于选上了自民党的总裁 而日本由于是内阁字 所以呢执政党的总裁 就是当然的总理人选了 同时他过去也有12度蝉联众议员的记录 多次访问台湾跟蔡总统以及赖总统 似乎都有交情 而上任之后在他的记者会上 他说希望能够建立亚洲版的北约 而确认他当选了自民党总裁 也会是下一届的日本首相过后呢 外交部也发出了贺电 同时他也特别提到 希望他未来呢 着重于他过去执政是前防卫大臣的出身 所以在外交和军事方面 他也提出了相当重要的宣言 在记者会上 他说希望可以组建亚洲版的北约 五度挑战日本首相大卫的自民党前干事长 石破茂终于出现 将成为下任首相 曾担任房相 并提出建立亚洲版北约的他 也在慎选敢言 提到要维护日本安全 排第三的正二代 小泉晋次郎在首轮投票落败 过去与石破组成小和石联盟的小泉 他的派系在第二轮改支持石破 加上现任首相安田文雄及菅衣委力挺 石破茂在第二轮赢了高市早苗 曾在记者会上幽默回答自己缺点是早上爬不起来的小泉 声势一度如日中天 却因为党内担心他 无法应对在野党领袖 野田家彦这位政治老手最后出局 而麻生及安倍派支持的高市早苗落败 也显示安倍派在党内逐渐示围 第一轮投票高市领先时 日元兑美元一度跌破145 最后石破胜出时 又像云霄飞车一样 急升冲高到143 由于石破上任后 将延续岸田的货币紧缩政策 持续升息加上日比升值 有些人担心恐怕这会对日本股市不利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而日本的政局随着新的总理出现 会展现什么样的风貌 而日本版喊出的亚洲版北约 会不会纳入台湾 都是观众朋友值得继续关注的焦点了 而台湾内政的部分 我们要带您看到 这个立法院的这一次的会期 是预算会期省预算 不过现在可以说是在野党 要来算总账 我们带您看到 由于9月24号 蓝白在程序委员会封杀了总预算案 要求执政党还有行政单位 回去再理理这些预算再提案吧 而其实影响的范围相当的广 我们替大家列出来 像是军工照的调薪就有221亿 而其中还有国建国造 后续的费用也有69亿 再来健康台湾跟这个长照 或是其他健康照护比较相关的也有58亿 学校的电费 癌症的新药支付 农民权益 偏远的教育消防安全 这些零零总总的预算 通通目前都是被退回的 而执政党就认为 这蓝白联手封杀恐怕会让行政单位 巧妇难为五米之催 没有钱要怎么推动政务呢 不过在野党呢 也说不要这样一杆子打翻 因为他们会认为呢 现在呢预算编列不实 而且有违法的疑虑 同时呢没有预算 这个是谣言制造社会对立 他们说呢过去法案通过这个预算 就算预算法案还没有通过 按照呢素级既往还有这个行政的惯例 都还是会继续编列的 所以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呢 过去已经通过的这个预算呢 也有衔接性的编列 所以不会影响到公务人的薪水 或是公共建设 而国防预算的部分呢 重采购却是轻维护 我们现有的设备是否 也要好好的维护火化呢 同时他们也直指文宣费用增加了5.9亿 增幅65% 先前呢蓝白党团就质疑 这是不是执政党要拿去仰网军 但是执政党是予以否认的 还有健保点值要如何改善 血汗医护的就业环境 以及打架的费用 越花越多再花73亿 可是近年来打架的成效 却被民众诟病 越打诈骗案越多 所以呢在野党现在算总账 强力监督预算 我一直认为韩院长跟我都有一样 能够再提认到 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 我们两位都应该挺身而出 希望见面解套总预算案 行政党阳竹龙泰递出橄榄枝 这一进去随即跟韩院长畅聊数十分钟 就盼着咖啡喝下去也能得到温暖回应 只是行政立法属于平行单位 是否应寻求第三方来协调 韩院长会以立院院长的高度 力求总预算可以在立法院 国会的议事殿堂进行审查 那请行政院院长卓龙泰 自己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我相信韩院长的智慧跟高度 恐怕也不会放任吴思雅 帮他发言 欢迎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卓龙泰 率领相关部会的首长 前来台湾民众党党团沟通 就希望卓院长能赶紧带部位首长见面聊聊 只是双院长沟通预算 其实是有先例 2003年10任的行政院院长游锡坤 也曾拜托王金平重启协商 现在卓院已列出十大项支出受影响 从教育 医疗 骚安其中还打军工教牌 第一个法律本来就有保障 第二你敢吗 我跟大家报告 如果他明年这个敢军工教 这个加薪没有加 其敢陪军工教上街头抗议 认为根本睁眼说瞎话 根据预算法仍可执行 看来不把该补的预算补期 再也依旧没有想让步 体育业新文化最新年轩 台北抢报告 而现在为了预算案 朝言闹得很僵 甚至连大法官的修宪都吵了起来 程序是否会修改呢 把立法院当空气 然后把国会的所做的些决议 当成耳边风 委员对我们的误会颇深啊 这下误会是否要赶紧厘清 国民党立委汪小林先从预算拿出实例 政府宣传费怎么花 也是高达差不多三千六百多万 他的观看次数真的是惨不忍睹 只有133次 认为花出去的钱跟实际效益有极大落差 针对自己专业逼问院长 通过了一个与大法官意见不同的法律 请问院长部长 你们要如何因应 你们会依法行政吗 达到这些条件 当然可以做一些在修法上的讨论 呛声视线未必能拘束国会 因此汪小林也提案大法官决议同一门槛 从现行的二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二 更以德国联邦宪法为例 强调台湾非特例 在吴立委反对下禁赴二毒 他这个做法不是对执政党而已 事实上他等于对于人民去寻求 大法官做裁定的救济 也是把人民的权力大幅的降低 我觉得他们是有带着太多政治性的 眼光去看待这些修法 认为有问题 就提出别等事后放马后炮 直官员出席立院备巡请假状况 委员很气 目前有成立还是没有成立 我们有成立一个基础 那你不用说你可以先下去 除非出国或有特别重要且迫切的公务 部会首长不宜请假 韩院长展现公道博一面 也适时扮演朝野催化剂 公家兵委员刚刚手术完毕 今天是负伤咨询 这个咨询的精神令人敢配 上来对立的国会殿堂 难得一见朝野如此和气 TVBS新文化最深年讯SR组台北朝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